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我叫孟凡兴,是一名工作快两年的社区工作者。 在我们这片社区,我是年轻一辈里获得荣誉称号最多的人。 因为我生在这里,对街坊四邻都很熟悉。 不管是处理邻里矛盾、家庭纠纷还是工作问题,都手到勤来。 毕竟,我很会讨人喜欢。 最近,我忙着上门处理常住人口登记的事。 但我没想到,上门找最后一户时,会遇到意外情况。 在我被名单上屈怀这个名字吸引,刚走出电梯时, 一个阿姨惊慌失措地抱住了我,说她的雇主不小心被刀割伤,流了好多血瘫在地上。 我把腿就冲进房子,映入眼帘的是鲜红一片。 看到躺在血泊里的那个男人,我挣住了。 是他,他就是屈怀。 我当机立断叫了救护车,报了警, 甚至找遍所有能用的物品对他实施急救。 好在这个小区离医院不远,120火速赶到。 阿姨留下和警察谈话,而我则和另一名警察作为陪同一起上了救护车。 我不知道那个阿姨有没有亲眼看见屈怀是怎么受伤的。 但,车上的医生和警察很含蓄地说, 这刀口不像是意外,它太明显了。 我自然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他们觉得屈怀是想不开。 不会的,他不会那么做。 我坚定地反驳道, 警察疑惑地望着我, 你不是说你们不认识, 你是社区上门办事的, 你为什么断定他不会?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只能摇头。 我就是感觉他不会, 警察没再理我, 但眼神明显不赞成我这种感觉判断。 经过抢救, 屈怀的生命暂时脱离了危险。 但他太虚弱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行。 警察拨了好几次他家人的电话, 都没人接。 这意味着没人能来照顾他。 警察又联系了那个阿姨, 他说他不是屈怀的家人, 只负责偶尔来打扫卫生。 最后, 我说暂时由我待在这里看护他。 等他醒了, 我会让他联系家人。 以我在社区工作, 服务需要帮助的群众为由。 警察临走前赞赏我,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里面存了私心。 我坐在床边, 看着眼前这个肤色惨白, 面容清秀的男人, 又看了看他的左腿。 脑中不自觉地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画面。 去怀, 一个令我相信这世上存在一见钟情的人。 我记得那天的傍晚, 落日余晖蕴染着大半的天空。 一个拖着板车卖橘子的奶奶, 吃力地走着上坡路。 那个坡很长, 坡度很高, 她走得很慢。 就在我架上电动车要上前帮忙时, 另一个身影掀我一步。 那是个自己走路都一搏一搏的男人, 左腿似有不便。 但她的背影一点也不勾搂, 背脊挺拔, 如同轻松。 她追上板车, 弯腰驱背推着她。 从旁人的视野望去, 她摸着脚推行的姿态, 奇怪极了。 路人纷纷回头打量她, 指指点点。 那些善恶不明的目光, 我想她是能感觉到的。 但她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埋头前行。 到了顶坡平路, 卖橘子的奶奶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表示感谢, 又热情地塞给她满怀的橘子。 她笑, 她也在笑, 笑得是那样灿烂耀眼。 余晖的光散落在她身上, 明朗如华, 美好至极。 她目送着老奶奶离去, 步履蹒跚地回头。 渐渐地, 离我越来越近, 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 直到与我擦肩而过, 她的嘴角还残留着浅浅笑意。 我从未见过气质这般灼然的人, 即使身有腿疾, 却遮不住她的光。 我的视线随她的背影而去, 我的心也随着她这个人而去。 我不禁感叹,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见钟情。 是以那样惊艳过我的曲怀, 笑得那样明媚夺目的曲怀。 我如何能相信她是自己想不开? 曲怀一直到第二天晚上都没醒。 医生和护士来看了她好几次。 我隐约听到他们说, 大概这个病人求生意志很薄弱, 是自己不想醒。 曲怀的手机也没有一点动静, 这太奇怪了。 按照警察对她身份的调查, 曲怀今年二十六, 比我大一岁。 除了父母, 她还有个弟弟。 但,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接电话? 我疑惑地拿起她的手机, 摸着冰冷漆黑的屏幕。 没成想, 没有指纹识别, 没有面容识别。 手机就这样被我划开了。 这年头居然有人不设手机密码, 曲怀刷新了我的认知。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点开你手机的。 你放心, 我不看你隐私, 我就翻一下电话簿, 联系你的家人。 我想着也许用曲怀的号码拨过去, 对方会接通。 可我在电话簿里没有翻到任何东西。 空白的, 没有一个联系人。 曲怀再次刷新我的认知。 就在我一脸郁闷时, 手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是个女人打来的, 听声音是个中年人, 我猜是她母亲。 刚接通的那一刻, 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警察通知我们说你进了医院, 你又怎么了? 文言, 我末的一证, 不是关心急切的口吻, 而是不耐烦质问的语气。 但我不便多事, 简单地说了下我是谁, 又把曲怀受伤的事告诉了她。 我没有说警察怀疑她是割腕, 但我特意强调曲怀一个人待在医院。 然而最后对方只是冷漠地问我, 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吗? 这一问让我燃起一丝希望。 看, 也许她母亲是外冷内热的性格, 她还是在乎曲怀的。 可当我说完, 暂时没有四个字后, 落入耳中的是无情的挂断音。 我一脸诧异, 愤愤不已道, 这人肯定不是你妈。 说完, 病房里紧接着就响起另一个人的声音。 她是我妈, 她就是这样的。 只要我没死, 活成什么样她根本不在乎。 我欣喜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醒了。 曲怀睁着眼, 直直地望着天花板, 眼里没有一丝情绪起伏。 是你救的我。 她虚弱地张口, 我, 是你家宝洁阿姨发现你的, 我只是帮忙报警, 叫救护车。 曲怀沉默了一会, 然后笑了。 她缓缓侧头看向我, 谢谢你救我。 我有些不好意思, 她笑起来可真好看。 我挠挠脸, 不禁感慨警察说错了。 她都感谢我救她了, 怎么可能是自己想不开? 可没等我开口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曲怀笑着笑着又说道, 真可惜呀, 又没死成。 我想象不到, 曲怀经历过什么。 但是又这个字, 狠狠地戳中了我的心。 曲怀住院的这段时间, 我即使在忙, 都会给她送饭。 她每次都很有礼貌地表示感谢。 今天难得能准点下班, 我拎着保温筒, 刚要进病房, 就听见护士们在聊天。 他们一边换着床照, 一边讨论着曲怀。 女孩子的少女心思总是大差不差的。 更何况曲怀的相貌气质都很出众。 可聊到最后, 他们无奈地叹气, 语气里带着心疼和好奇。 他们说, 不明白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会想不开? 或许是失恋为情所困。 或许是金玉其外败许其中, 吃喝嫖赌欠了债。 又或许只是一时遭遇坎坷, 我站在门外, 默默地听着。 我不了解曲怀, 但从她住院到现在。 除了那天的一通电话, 没人来看过她, 也没人再打过来。 她就好像被遗忘了一样。 我假装刚到, 敲了敲门。 屈怀不在, 护士们说她出去散步了。 我在住院部楼下的小花园找了一圈, 发现她坐在花坛边, 目视着前方。 在她视线投望的方向, 坐着一个小男孩, 一个被护士用轮椅推着的光头男孩。 我走过去坐下, 她看看我, 又看看我手中的保温筒。 好心人又来投喂了。 我笑道, 关爱帮助群众是我的职责。 她很自然地接过, 没有拒绝我的好意。 然后一副看破的语气说道, 其实你是怕我在做傻事, 所以天天来盯着我的吧。 我一时语色, 没想到她这么直白。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傻事啊? 我看着她, 心有忐忑地等待回答。 既好奇一切, 又害怕碰到她的伤疤。 但是屈怀并没有扭捏掩饰。 她轻描淡写地回应着我。 她说, 孟凡星, 你不需要明白为什么。 我只是没有活下去的欲望而已, 就这么简单。 说吧, 她低头吃饭, 闭口不谈。 虽然屈怀心门紧闭, 但既然已经在我孟凡星眼皮底下。 我自然是会想尽办法弄个明白。 你好像很喜欢盯着我, 去怀吃完望我一眼。 我撑着头, 眨巴着眼睛问道, 不能看你吗? 好看就多看几眼咯。 她慢条丝里地盖上保温筒。 我见她手伤美好拳, 想要帮她。 但她很倔强, 偏要自己来。 你嘴可真甜, 饭也做得很好吃。 不过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两头跑给我送饭了。 为什么? 谢谢你的社区关怀, 不过如你所见, 我恢复得差不多了, 所以也没有理由再耽误你的时间。 就这, 我没觉得是耽误啊, 而且我是自愿的, 你不用有心理负担。 她皱眉, 自愿。 我以为你是被社区安排过来的。 我, 你做梦呢? 社区关怀确实有, 但也不可能一对一这样关怀, 不然我们早累死了。 那你为什么? 屈怀不解地看着我, 向来敢爱敢恨的我, 坏笑着, 屈怀, 你应该没有女朋友吧? 一定要没有啊。 有的话, 我就原地失恋了。 她摇摇头, 进而反应了一会, 大概猜出了我的心思, 不确定地问道, 你喜欢我。 对啊, 我满心欢喜地承认。 天知道从她摇头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开心到飞起。 可她似乎不信, 细数着身上的缺点, 你喜欢我什么? 消极? 孤僻? 还是残疾? 她一边说, 一边笑, 仿佛说的不是自己。 这让我的心, 不由自主地揪在一起。 我打断她的话, 你也不只有这些啊。 你有颜值, 有气质, 有礼貌, 还乐于助人。 乐于助人? 我点头, 把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 说给她听。 屈怀听完, 恍然大悟。 就这样, 你就喜欢我了。 嗯, 我觉得那是你的另一面。 阳光, 热情而又闪闪发光。 就像苍天大树一样, 根扎得越深, 树叶就越繁茂。 泥土之下是黑暗的, 泥土之上是阳光的。 人和树一样, 都不只有一面。 我看着屈怀, 屈怀看着我。 好半会儿, 她勾起嘴角, 轻笑着否认道, 那是你的错觉。 孟凡兴。 我呕了一声, 脸上依旧扬着笑意。 沉思片刻, 决定主动出击。 屈怀, 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谈恋爱? 她愣住, 可能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问了我一遍。 我点点头, 始终回应着她的目光。 你可真奇怪, 要和一个一无是处的男人谈恋爱。 她说话的语气里带着讥讽。 不是在讥讽我, 而是在讥讽她自己。 试一试怎么样? 我试探性地附上她的手, 轻轻地握住。 分寸有度, 却又表达着我此时的认真。 屈怀没有抽回手, 她只是那样看着我, 眼底晦暗不明。 我有点紧张, 心跳都不由加快。 好怕她拒绝我, 好怕她推开我。 但最终, 她没有。 她浅笑几声, 尽管没有反握住我的手, 可她也没有表示拒绝。 我如愿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孟凡星的男朋友。 给屈怀办出院这天, 我有事耽搁了。 直到临近黄昏, 我才赶到医院。 我到的时候, 她就坐在我们约定好的花坛边。 周围围着一群嬉笑打闹的孩子。 其中那个光头男孩 被她抱坐在腿上, 两人有说有笑, 不知在聊什么。 没一会儿, 家长们上前, 各自领着自家孩子回去。 只留下屈怀和光头男孩坐在那儿。 这一幕, 就像幼儿园放学一样。 其他孩子都被接走了, 唯独剩下他俩。 屈怀住院这段时间, 好像经常来看这个男孩。 我从未见过这个男孩的家长, 永远只有护士陪在他身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屈怀很关心他。 或许是因为感同身受吧, 我想。 但很快, 护士上前把男孩也带回去了。 分别前, 他跟屈怀说了几句话。 我听得不是很轻, 隐约听见护士有在道谢。 可能是感谢他这段时间 对小男孩的关心。 而随着护士的离开, 整个小花园里就只剩下屈怀。 他既没有掏出手机看时间, 也没有起身到处走。 我让他坐在那儿等我, 他就真的坐在那儿等我。 日落余晖, 形单影枝, 看得人揪心。 屈怀, 我叫他, 他听到我的声音起身走了过来。 对不起, 社区临时有事, 我来迟了。 没关系, 你工作属性特殊。 我伸出手, 他有些不解。 我像哄孩子一样哄他, 我来接你放学回家了, 去怀小朋友。 然后主动牵过他的手, 教他。 以后我伸手, 你要握住知道吗? 不然我一个女孩子会很没面子耶。 说完, 我笑嘻嘻地拉着他往外走。 屈怀的手掌很宽厚, 很温暖。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主动去牵一个男人的手。 表面上看起来镇定自若, 其实我心里别提有多紧张。 所以我连头都不敢回, 生怕被屈怀撞见我红尘猴子屁股一样的脸。 可是我没走几步, 就听见他在身后硬道, 好, 我知道了。 声音虽然轻, 但丝毫不影响这句话的冲击力。 他说他知道了, 意思是下次会及时握住我的手。 天啊, 明明这么直球, 可是无敌可爱是怎么回事。 大概是先前的事吓到了宝洁阿姨。 屈怀回家后的这几天, 他一次都没上过门。 没过多久, 屈怀跟我说阿姨辞职了。 这样一来, 我更不放心他一个人待在家里。 所以, 我每天上班都把他带着。 正好因为疫情管控, 很多是人手不足。 于是我给屈怀套上红袖章。 他成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 社区每天都会有很多中老年人来, 其实他们也不一定真的有事。 只是儿女在外工作, 他们觉得孤单, 就喜欢上社区溜达。 我给屈怀腾出了一个地方, 摆上一个桌子, 顺带安排他坐在那儿帮爷爷奶奶们弄健康嘛。 他不怎么说话, 也不怎么主动和人交谈。 起初社区的同事还以为我带了个哑巴来, 但他做起事来很认真也很有耐心。 很多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 就算有也不一定会倒腾健康嘛。 他们左一句右一句, 问个不停。 屈怀从未表露过厌烦和不快。 他就坐在那里, 安静听话地坐着我安排给他的事。 好几次我倒水给他喝, 都被他那副认真的神态所感染。 沉浸做事的取怀, 是那样的专注, 那样的用心。 那样的, 令人心动不已。 也不知是谁突然外放声音, 手机里正直播着奥运会的动态。 最近太忙, 我都没怎么关注过比赛。 听着解说员激动的助威, 爷爷奶奶们也不闲聊了。 比赛似乎到了关键节点, 气氛忽然静了下来。 大家摒弃宁神, 就等着最后一刻的结果。 我也不禁紧张起来, 抬眸望去。 所有人都探头, 围着手机的主人, 围有一边的屈怀, 僵僵地坐在那里。 面色沉寂, 神情满是藏不住的落寞。 他垂着眸, 一只手按在左腿上, 一只手钻地挤紧。 直到比赛结果公布的那一刻, 大家都在欢呼雀跃。 而他, 仿佛不为所动, 嘴角边掩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身旁手舞足蹈的大爷注意到他, 问他怎么这么淡定。 嘴里还说现在年轻人真不讨喜, 一点也不关注时事, 这可是集体荣誉。 屈怀眉作声, 任由大爷吐槽几句。 好一会儿, 他才有了动作, 继续打印起健康码。 直到中午午饭时间, 大爷大妈们都回家了, 社区里也没什么人。 我端着订好的午饭, 走到屈怀跟前坐下。 有些大爷说话确实很冲, 你别放在心上, 我替他道歉。 屈怀笑笑, 不用道歉, 我不在意这些事。 说吧, 他看着我, 大概是怕我担心。 他又说, 孟凡兴, 我没那么脆弱。 事实上, 我并不喜欢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所以他们说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他帮我打开餐盒, 又挑开菜里的洋葱。 我心肩微荡, 他知道我不喜欢吃洋葱。 而这件事, 我只是在他住院时, 不经意提过一嘴。 他留意到了, 还放在了心上。 真是, 大爷一点也不了解屈怀。 他哪里不讨喜, 他明明很讨喜。 我打开他的餐盒, 夹走里面的葱蒜。 屈怀不喜欢葱蒜, 投喂过他很多次的, 我也不会忘记。 你说, 你不喜欢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 屈怀抬头看我, 我咧嘴笑, 没关系, 反正他们也不喜欢你。 他挣了几秒, 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说。 我紧接着夹起一口菜味到他嘴边, 坚定地说道, 但我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你。 我发现了, 屈怀不仅直求, 还很纯情。 我就说了句, 很喜欢很喜欢你。 他耳根红了好久, 一整个下午看我的眼神都躲躲闪闪。 明明在医院的时候, 我就表白过, 怎么那时不见他不好意思? 不过这问题我也没时间多想。 凳子还没午热, 我和同事们就又得出门办事去了。 我的小电驴载着我穿梭在街头巷尾, 一直到太阳下山, 手上的事才忙活完。 虽然过程中也遇到不配合的居民, 对方甚至还骂我几句, 但我心态好啊, 懒得计较。 一想到屈怀还在社区等我, 心情都舒畅许多。 路上我还买了两串水果糖葫芦, 打算回去犒劳屈怀小天使。 谁让他乖巧听话又敬业, 是个相当优秀的志愿者。 怕他这个点, 一个人留在那里等得着急, 我拧电动车的劲都足了几分。 结果我前脚刚进大门, 就看到一群大妈围在屈怀身边。 我就离开一个下午, 什么情况? 我上前一看, 离他最近的大妈手里拿着好几张照片, 正兴致勃勃地给他介绍着照片上的女孩。 不仅如此, 还有阿姨们津津乐道地讨论着他的长相和身材。 频频点头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是外貌协会的。 嘿, 有意思, 抢我的人。 屈怀一个抬头看到我, 那一刻他仿佛见到了救星。 他起身当着众人的面, 一搏一搏地朝我走来。 刚才还热情似火的大妈们, 见到他走路的姿势, 忽然没了声。 有人小声地议论着他的腿。 原来是个脖子啊, 可惜了, 哎呀, 一直坐在那儿都没发现他腿有毛病。 这么清秀的小伙子, 怎么翩翩, 算了算了, 轻言细语的飞翼不断传入耳中。 我能听见, 屈怀自然也能听见。 但他没支声, 默默地靠在我身边。 我侧头看看他, 笑了笑, 转而拉住他的手向众人示意道, 阿姨们不可以给他介绍对象哦。 我故作严肃, 因为他是我的男朋友, 你们不能翘我墙脚。 话音刚落, 阿姨们顿时鸦雀无声。 有人惊讶, 有人尴尬, 更有人不解。 总之, 神情复杂, 面色不一, 就连屈怀都很震惊。 我感觉到他反握住我的手, 力道极大。 送走了爱操心的大妈们, 天都黑了。 社区就只剩下我和屈怀两个人。 因为我的电驴没电了, 我俩一人一根糖葫芦, 边吃边走回家。 甜吗? 我问道。 他点头, 甜, 你喜欢吃甜食? 我摇头, 不喜欢, 但生活难免有不如意的时候, 所以要靠吃点甜的润一下。 屈怀笑了, 你可真有趣。 嘿嘿, 我当然有趣。 趁着夜色撩人, 我伸出手, 这次屈怀很自觉地握住了。 孟凡兴, 你为什么要当众说我是你男朋友? 你不怕别人在背后议论你吗? 我举起食指紧紧交缠的手, 晃啊晃。 你本来就是我男朋友啊, 嘴尝他们身上, 他们要说就说呗。 而且, 今天就算我男朋友是别人, 他们还是照样会议论。 八卦是人的天性, 更何况是这个年纪的大妈。 屈怀顿了顿, 那不一样, 我是个瘸子, 身有残疾。 听到这话, 我很不认同。 你残疾, 我还残疾呢? 我有眼疾, 高度近视, 只不过我戴着隐形眼镜, 你看不出来吧? 说着, 我又指着他的腿。 你这算哪门子瘸子? 顶多算个脖子。 话说回来, 你刚才是不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脖成那样? 平常压根脖得没那么厉害。 真会演, 当场劝退一众大妈。 曲怀被我点破, 扑持笑出声。 我, 你看你看,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不过这波操作我很满意, 毕竟不是单身, 很有难得意识啊。 我笑嘻嘻地一把抱住他, 轻轻地在他脸上拨了一下。 曲怀愣住,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 脸红成一片。 遇到曲怀这样的, 我只能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 但我好歹是女孩子, 没什么恋爱经验。 害羞也是难免的。 孟凡兴, 曲怀念起我的名字。 我抬头看他, 耳根隐约还在发烫。 对上他的眼睛, 好像更烫了。 他目光灼灼地与我对视。 忽二说道, 你和别人好像不太一样。 我想问他, 哪里不太一样? 但, 我有种感觉, 现在问他, 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 所以, 我没有追问下去。 只是露着虎牙, 笑着回应他, 当然不一样啊, 因为我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孟凡兴兴呀。 周末难得休息, 我买了菜去屈怀架。 他开门看到我时有些诧异。 那种诧异不像是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更像是惊讶有人会来看他。 他很识相地接过我手中的袋子, 把我迎进屋。 我一眼锁定桌上的打包盒, 点的什么外卖, 阳春面, 没了。 我扫了眼他这体格, 一碗面够你吃, 我都不用扒他衣服就知道。 他这身材大概率是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没跑了, 若隐若现的青筋和肌肉线条, 再加上我见识过他推板车的样子。 手、腰、腿, 那力量绝对不弱。 他慵懒地接了句, 没胃口, 随便吃点。 他翻着我带来的袋子, 你准备在我家做饭? 他问, 神情有点奇怪, 怎么, 介意我在你家做饭? 他看了眼厨房, 弱弱地摇摇头。 我以为他还是想吃外卖, 不想在家开火。 索性没给他解释的机会, 拎着菜走进厨房。 片刻后, 我又走了出来, 望着屈怀。 猛逼地问道, 你家的厨具呢? 屈怀摊手,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我家没有厨具。 没有厨具。 我傻眼了。 这厨房不会从来没用过吧? 他点头, 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我一日三餐都点外卖,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令我愣住。 屈怀总是能不断刷新我的认知。 手机不设密码, 通讯录没有联系人。 一日三餐全靠外卖。 我望着带来的一堆食材, 陷入沉思。 水果刀有吗? 实在不行, 剪刀也成。 我都已经开始想象 用剪刀剪西红柿的画面了。 然而屈怀再度摇头, 我死心。 最后屈怀给我也点了外卖。 趁着等餐的功夫, 屈怀让我去阳台晒太阳, 他去洗葡萄。 毕竟那是我带来的 唯一不需要切的水果。 他家阳台很大很宽敞, 连着书房。 我倚着窗户边开点小缝。 微风吹过脸颊, 格外舒畅。 从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到屈怀。 他低着头仔细地清洗着每一颗葡萄。 在空荡明镜的一方厨房里, 屈怀的背影好似闪着光。 认真且专注的男人果真很帅。 我情不自禁地仰起嘴角, 却在看着他发呆的这一刻, 漠然想起不久前他倒在血泊里的样子。 一些细节就这么串联在一起。 没有菜刀, 没有水果刀, 甚至没有剪刀。 因为没有这些, 所以厨房从未用过。 一日三餐都只能点外卖。 他家里没有一件尖锐锋利的东西。 为什么? 我有点害怕。 是藏起来了, 还是被处理掉了。 我捏紧拳头。 此时一阵略急的风穿过阳台, 吹得隔壁书房的窗帘哗哗作响。 书桌上的纸也被吹散一地。 我挤不上前, 想关上玻璃阁门, 却意外地发现书房的墙边倚着东西。 很长, 很显眼。 虽然外面套着保护套, 但我一眼认出, 因为它的形状很独特。 这是一对滑雪板。 我走向它, 套带上硬刻的名字逐渐清晰。 和我心中所想一样, 它的主人是屈槐。 别看了, 葡萄洗好了, 过来吃吧。 屈槐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 我回过头, 它端着果盘, 站在阳台上看着我。 目光浅淡掠过滑雪板, 便不再多瞧一眼。 我的视线落在它的左腿上。 屈槐, 你是运动员吗? 问这话时, 我的心是忐忑的。 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带着小心翼翼。 屈槐轻轻点头, 以前是。 语气平淡, 神情没有波澜。 它拍了拍腿, 笑道, 后来瘸了, 就不是了。 不过也没什么, 不重要, 都过去了。 一丝笑意, 伴着它的话音眼在眼角。 淡淡的, 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可真的是这样吗? 我的眼睛, 好像蒙上了一层雾。 它在骗人。 我记得那日比赛直播时, 它的神情, 不甘, 落寞。 如果以前那条腿是健全的, 那它是什么样子? 在一望无银的雪地上, 肆意欢快地驰骋吗? 又或是感受着冰雪疾风, 享受着纵横飞跃的自由。 我的眼睛怎么也无法从它的腿上一开? 忽然, 它的脚向前迈了几步, 离我更近。 我一抬头, 和屈怀的视线静止交汇。 他沉着因对我说道, 孟凡兴, 别用那种可怜的眼神看我。 你这样, 会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废人。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屈怀脸上的笑意不在。 我们之间的距离是这么近, 近到他眼底的任何一丝起伏, 都真真切切地落在我心头。 第一次, 我在屈怀身上, 看到了自卑的影子。 我笑了笑, 你笑什么? 笑你一点也不懂女孩子的心呀。 我双手担在他肩上, 他微微一正, 想往后躲, 却被我紧紧搂住。 屈怀, 我一点都不在乎你是不是瘸子。 我跟你说过, 我喜欢你, 一眼就喜欢你。 我喜欢你的时候, 你的腿就已经这样了。 所以, 他对我而言, 过去现在将来, 都无关紧要。 因为我喜欢的, 是那个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你。 是你这个人热烈滚烫的灵魂呀。 屈怀望着我, 我望着他。 这样的四目相对, 过于裸露。 用眼睛和眼睛对话, 出口很难不是真心话。 我看你的腿, 不是因为可怜你。 我松手, 抚上他的胸前。 而是我好奇, 想知道你的过去。 你是哪人, 以前是做什么的, 有哪些喜好, 腿疾是怎么来的, 所有这些, 我都想知道。 可是, 我戳着他心脏的位置。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很难走进你的世界。 进不了你的心, 想为你做点事, 哄你开心都没辙。 所以, 你说, 我除了看着你, 我还能如何? 屈怀没有回应。 他试了神识的, 眼里融着很多情绪。 好半会儿, 他才开口。 孟凡兴, 还记得我说过你和别人都不一样吗? 我点头, 他像摸奶猫奶狗一样, 摸我头。 过去有很多人喜欢我, 是在我人生光环最甚的时候。 但你不同, 我们在那样的情境下相识。 你见过我脆弱不堪的样子, 也听过我那些颓废消极的话。 这样一个怯弱阴暗的我, 你还能很坚定地说喜欢, 坚定地告诉别人, 我是你男朋友。 屈怀深深地叹了生气。 孟凡兴,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 可我现在很害怕, 害怕什么? 我追问道, 起初你说想和我谈恋爱, 我以为你是一时兴起。 但相处这段时间以来, 我意识到你是认真的。 他苦笑, 这让我有种很不好的感觉。 他看向一旁的滑雪板, 沉默片刻。 继而说道, 你在我身上看到的阳光热情也好, 乐于助人也罢。 这些你都可以喜欢。 只是唯独不要喜欢拥有这些的我。 我不明白, 什么意思? 你就不好奇, 我家里为什么没有刀吗? 好奇, 怎么不好奇? 我还没开口, 屈怀解释道, 我把它们都扔了, 我是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但我一直有在努力活着。 可即使这样, 也会有意志力薄弱的时候。 我无法保证自己能坚持足够久, 也不想你难过, 所以害怕对你敞开心门。 孟凡星, 比起将来伤害你, 我宁愿我们止步于此。 我没想到恋爱还没谈几天, 就闹分手, 气得我没和他同桌吃饭。 屈怀还挺了解我, 给我点的螺蛳粉加炸弹。 你, 他坐在餐桌旁, 欲言又止。 我恶狠狠瞪他一眼。 别劝我, 我是不会过去跟你一桌吃饭的。 我坚决矮身于茶几旁缩粉, 顺便打开浏览器。 这边屈怀的名字输进去, 还没搜索出结果。 那边当事人嘴里又蹦出了一句, 其实我是想说, 要不你把门拉上, 去厨房吃, 我没听错吧。 只见屈怀捏着鼻子, 嫌弃地盯着我手中的粉。 我冷笑一声, 才分手, 就嫌弃上了。 屈怀被我对得不说话, 我翻他一记白眼。 去厨房吃是不可能的, 分手也是不可能的。 屈怀你别忘了, 干我这工作的, 就是要帮助人民群众。 就算你不是我孟凡星的男朋友, 我也有十足的理由拉你一把。 毕竟, 我可是这片最杰出的社区工作者, 觉悟很高的。 屈怀知道拗不过我, 闭嘴乖乖吃面。 眼下知道他是运动员, 我怎么也要百度一下。 平日里对运动无感的我, 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浓厚的兴趣。 你有自己的百度百科吗? 我问道, 屈怀愣了一下, 然后摇头, 没那么出名, 我没参加过奥运会。 我翻到一条以前的采访, 你参加过这么多赛事啊, 这也很厉害了吧。 而且这篇报道里, 还介绍了屈怀从小到大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承认, 我有被惊艳到。 这家伙居然从小就这么优秀, 荣誉无数。 从十几岁的天才少年到二十几岁的华联新星。 照片是三年前的, 拍的是他拿奖的样子。 可为什么明明拿了第一名, 捧着奖杯的屈怀, 看起来一点也不开心。 我想着多搜索一些关于他的消息。 毕竟他铁了心, 闭口不谈。 不过网上报道的消息并不多。 我搜了挺久, 只搜到灵星有用的内容。 屈怀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他也没阻止。 直到手机提示电量不足, 我才放下。 回头瞧他一眼, 这人已经卧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悄悄侧身靠过去, 欣赏这张安静清俊的睡眼。 屈怀清浅的呼吸声就在耳边。 眉眼间微微清明, 几缕碎发散在额前。 不同于住院时的睡态, 那时的屈怀身心都带着破碎感。 而现在熟睡的屈怀让人只觉乖巧。 多少是有变化的吧? 我想, 即使他表现得心门紧闭, 可人是很矛盾的物种。 害怕将自己暴露于阳光下, 展现出软肋。 可内心又渴望着日光带来的温暖。 我想起刚才搜索到的信息。 内心脚痛, 只有两条内容是有用的。 一个, 屈怀的确有个弟弟, 双胞胎弟弟。 陆燕和屈怀一样也是运动员, 但他有属于自己的百度百科。 他是一名基建运动员。 第二个, 屈怀的腿是因为三年前的一场事故。 参加国际交流赛时, 载着运动员的车辆在隧道里发生事故。 爆炸在即, 屈怀救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而他也因此牺牲一条腿, 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尽管大部分网友都感慨赞扬他的品格, 但仍然有一部分人对此行为抨击再三。 声称屈怀圣母心泛滥, 牺牲自己拯救他国对手。 这些人言语恶毒, 频繁实施网报, 甚至还往屈怀家里计划圈。 其行为恶劣至极。 我无法想象屈怀是怎么度过那个阶段的, 甚至不敢揣测, 以屈怀母亲的作为。 会不会那时受伤的屈怀, 也是一个人躺在医院里, 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人, 想要摸摸他的脸, 抚平他略皱的眉。 伸出去的手犹豫再三, 怕吵醒他, 还是放了下来。 最终选择轻轻趴在沙发边, 枕着头陪他。 我轻轻呢喃着他的名字, 屈怀, 如果你的世界暗淡无光, 那从今往后, 我来做你的光。 太阳若是无法照亮你的路, 那我们就在黑夜里前行。 星光璀璨, 一样能指引方向, 走出迷途。 我这觉一睡, 在醒来时已经天亮, 睁眼就看见屈怀近在咫尺的脸。 吓得我尖叫一声, 差点骂人。 孟凡兴, 你睡觉会流口水。 他往床边移坐, 我见他一身睡衣, 立马先被查看。 还好, 我还是昨天那身衣裳。 怎么, 怕我对你做点什么? 笑死。 他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不是怕你对我做什么, 是怕我对你做点什么。 毕竟, 恋爱是我要谈的, 手是我先拉的, 就连亲个脸, 都是我主动的。 按着进展下来, 我再做点什么也不足为奇。 我睁大了眼, 滴溜溜地望着他。 你, 这是什么眼神? 他咽了咽口水, 像个可怜兮兮的小白兔。 我掀开被子, 一步步往他跟前爬。 双手一抓, 趁其不备, 像狼一样扑过去。 屈怀反应极快, 直往后躲。 可惜左腿一歪, 一个亮呛, 眼瞧着就要倒地。 好心地我下意识地去拽他。 可他这股力太大, 连着我一起朝地板摔去。 几秒过后, 料想中的疼痛感并没有来。 反倒是身下的温热, 令我头脑发胀, 火速红了耳根。 大灰狼抓小白兔没抓成, 反倒被小白兔抱个满怀。 屈怀的手就还在我腰上, 我是一动都不敢动。 没摔到你吧? 没没。 关心的话就在耳边。 我却突然结巴。 有这么软的肉垫, 我能摔到哪儿? 我俩四目相对, 都跟傻了事地盯着对方。 他不动, 我也不动。 他脸红, 我也跟着脸红。 一时间, 场面有点尴尬。 空气里仿佛都散发着 难以言说的暧昧气息。 这种时刻,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什么。 爬起来, 装傻冲愣, 还是再上头些, 亲上去。 一向挺勇的我, 忽然不知所措。 直到我感觉屈怀 握在我腰间的手, 稍稍挤了几分。 我意识到, 这家伙可能比我还紧张。 于是我心一横, 勇就勇吧, 亲到嘴再说。 正当我两眼一闭, 欲下嘴为强时, 屈怀叫停了我, 梦繁星。 我一愣, 失望地以为他要拒绝我。 刚生出几分不开心, 下一秒, 他就拿着手机递到我跟前。 你先接电话吧, 你有很多未接电话, 手机还在嗡嗡作响。 被这么一打断, 我好像清醒了些。 急忙起身, 还不忘伸手去拉屈怀一把。 他二话不说, 很是干脆地握住。 这人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但我看你睡得很香, 就没叫醒你。 是个叫靓仔的人, 我一听, 傻了。 谁? 靓仔。 顿时天上仿佛雷劈直下。 完了, 完了, 我差点忘了。 我可是一夜未归呀。 这人, 谁呀? 朋友。 屈怀盯着我问, 神情有些奇怪。 还朋友? 是我外公。 我一副药丸的表情, 欲哭无泪。 单手搭在屈怀肩上, 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要是被打死了, 你可一定要给我收尸啊。 别人的周日, 再嗨疲, 再摆烂。 我就不同了, 我再跪搓衣板, 连同一起的, 还有冤种屈怀。 二十五岁的孟凡兴, 因为夜不归宿, 且不接电话, 喜提家法伺候。 虽然屈怀替我认真解释了一遍, 但没用啊, 外公大人正在气头上。 我一个女孩子, 一整夜没回家, 还联系不到人。 让一把年纪的外公外婆 担忧整晚, 差点报警。 结果还在一个男人家里睡了一夜, 任哪个长辈听了, 血压不飙升。 回想起上一次跪搓衣板, 还是我上小学时, 也是因为放学去油菜花田里逮蝴蝶。 结果玩嗨了, 天黑都没回家。 被我外公找到拎回去, 跪了好久搓衣板。 没想到都这么大了, 还有机会再过靶影。 俩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还让他们跪搓衣板, 多难为情啊。 外婆在一旁劝着。 然而我的外公大人铁面无私, 凌厉的双眸在屈怀身上来回打量。 我让小星跪, 又没让他跪。 是啊, 罚跪的只有我。 屈怀算仗义, 非要陪我一起。 外公紧接着严肃问道, 你就是小星的男朋友? 叫什么? 多大了? 干什么工作的? 说着目光下移, 落在屈怀腿上。 我轻渴两声, 暗示他别盯着腿看。 先前在社区, 我前脚说屈怀是我男朋友, 后脚左邻右舍都知道了。 这消息很快就传入外公外婆耳中。 邻居们会说些什么, 我想都不用想。 屈怀腿急的事, 自然也不会漏说。 二老总念叨, 让我把人带回家瞧瞧, 我又一直没搭理。 现在人就在跟前, 我就怕屈怀被查户口似的追问。 加上他昨天那态度, 说什么止不于此。 我真怕他开口就是, 不, 我不是他男朋友。 那这情况就更复杂了。 睡男朋友家里, 姑且还能谅解。 连男朋友都不是, 那就是睡陌生男人家里。 那我还不得被乱棍打死。 我抖霍霍地眨把眼睛看着屈怀, 打着淳雨求救道, 好好说话, 他瞅我一眼, 一脸淡定。 出乎我的预料, 他很坦然地承认是我男朋友。 又十分恭敬地回答了外公的问题, 甚至对外公停留在他左腿上的目光, 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不乐意。 在外公陆续又问了几个问题后, 他都一一礼貌地做出回答。 一番你问我答下来, 收获比我昨天一顿百度还多, 就连家庭关系和腿脊由来都吐露得一清二楚。 外公大概也没想到, 屈怀这么配合, 这么诚恳。 瞪我一眼, 转身上楼了。 外婆见状, 老顽固端着架子呢, 你俩跪一会儿, 意思一下行了。 我去做饭, 小怀中午留下来一起吃啊。 说着一脸笑意走进厨房, 我满脑子问号, 小怀, 这称呼叫得真亲切啊。 屈怀恩了一声, 我以为今天会被劈头盖脸骂一顿的。 要知道, 我虽然从小被疼爱有加, 但因为二老都是教师出身, 家教这块管得很严。 屈怀脱下外套, 叠成两道, 塞在我膝盖下。 继而笑道, 可能是我认错态度良好, 所以老人家心宽不追究了。 简单的一句话, 令我心肩微荡, 陷入沉默。 我低头, 一块搓衣板, 我跪一半, 它跪一半。 一边是软的, 一边是硬的。 这一刻, 好像有什么东西萦绕着我。 温温热热, 将我的心抓得挤紧。 不得不说, 屈怀讨喜的特质是真厉害。 吃午饭时, 我明显能察觉 外公的态度不再那么生硬。 我本想着这顿饭吃得还算暗逸, 没想到吃到一半, 屈怀的电话响了。 真是稀奇, 是视频电话。 他挂断了好几次, 但对方并不死心。 又响了, 屈怀打算直接关机。 外公这时提了一嘴, 接吧, 万一是要紧事呢? 屈怀犹豫再三, 最终拿起手机走向阳台。 我紧跟起后, 帮他把阳台、 玻璃门拉上。 二老健壮, 没说什么。 我们仨很有默契地 继续吃饭, 只是我关起的那扇门起的 作用不大, 对话还是一字不差地 听在耳朵里。 令我没想到的是, 视频对面是屈怀的 弟弟陆燕。 他弟弟和他母亲说话的感觉 很不一样。 还算友善亲和, 言语间处处表达着 对屈怀的关心。 只是二人对话的内容, 那头的陆燕说着说着, 情绪变得很激动。 原来屈怀前段时间住院的事, 一直被他父母隐瞒。 陆燕当时正在比赛期间, 为了不让他分心。 屈怀的事, 从头到尾未被提及, 这不得不让我再次 对屈怀的父母 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选择了在赛场上 发光发热的陆燕, 而不是躺在病床上 奄奄一息的屈怀。 这饭, 我忽然就吃不下了。 而后陆燕说的话, 更令我心情复杂。 我听到他住屈怀生日快乐, 我冷不丁朝阳台看去, 屈怀淡淡地说了句, 谢谢, 谢谢,你也是。 脸上没有一丝情绪变化, 反倒那头的陆燕有些激动, 一口一个咯叫着, 话音满是喜悦, 可还没说上两句, 电话里出现另一个人的声音。 我记得这个嗓音, 是屈怀的母亲。 她问陆燕在河水视频, 语气冷漠, 透着些许严厉, 陆燕一改方才的语气, 吱吱吾吾吾, 怯怯缩缩。 但对方大概已经猜到了, 她冷哼, 尽管没有走到镜头跟前, 但说的话清晰时分。 屈怀, 我知道是你。 几年了, 家都不回一趟, 你对得起我和你爸吗? 你不珍惜自己的运动生涯, 非要逞能救人, 现在怪谁? 就你现在的样子, 你还想做什么? 冷如冰锥的话, 一句接一句, 我真真听不下去了, 这说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我气得直捏拳头, 想把手机抢过来挂掉。 没等给我这个机会, 屈怀先一步掐掉了电话。 他一脸淡然地走回来, 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不好意思啊, 外公, 接个电话打扰你们吃饭了。 说完冲我一笑, 这一笑, 堵住我到嘴边的话。 我一时语色, 不知要不要安慰他, 或者该不该祝他生日快乐。 外公却在这时打开电视, 调到体育频道。 一边吃饭, 一边看起了比赛。 电视里在实况转播残奥会现场。 外公没有边吃饭边看电视的习惯, 他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下意识地看向屈怀。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打乒乓球, 还代表学校参加过是极比赛。 外公笑着说起往事, 但是极比赛的对手比我强多了, 我连半决赛都没打进去。 这让我不得不感叹, 非专业的运动员都这么厉害, 那那些走向世界的专业级运动员一定更厉害。 看到这个运动员没有。 他指着电视里我方的选手说道, 这人以前打奥运会的, 后来出车祸失去了一条手臂。 没想到今年来参加残奥会了。 屈怀念出一个名字, 目光灼灼地望着电视。 外公听了点头, 对,就是他。 虽然他消失了几年, 但如今重返赛场, 就说明他是真的热爱乒乓球。 真正热爱的是, 即使半路受阻, 也是放不下的, 那不如从头再来。 屈怀身形一正, 情不自禁地按住自己的腿。 从头再来吗? 他轻声嘀喃。 我在一旁看着, 俨然明白了外公的用意。 能走向世界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辈, 有本事的人就算换个赛道重新开始, 也能重回巅峰。 莫了。 外公掷地有声地说完这话, 便不再多言。 一丝笑意悄然地爬上 我的嘴角。 一向不爱长篇大论的老人家。 今日费心思绕这么个弯, 看来屈怀小天使真的很讨喜。 吃完饭, 屈怀积极包揽了洗碗的活。 我站在阳台上啃着苹果。 外公走过来敲我头, 就不知道去帮忙。 我嘿嘿一笑,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最讨厌洗碗了。 说着, 我凑到外公跟前, 撒个娇。 刚才谢谢哦, 帅老头。 没大没小。 外公往藤椅上一坐, 手上翻着报纸, 目光却仍停留在屈怀身上。 过了一会儿, 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一个人你想让他自信是很难的, 但你想让他自卑易如反掌。 谁都会遇到低谷, 这时候要是有人能拉上一把, 说不定就能改变这个人的一生。 我听得直点头, 竖起大拇指赞扬道, 不愧是文科老师退休, 说起话来哲学味道这么浓。 梦凡兴, 别跟我拍马屁, 你夜不归宿的事, 我还没消气呢。 外公大人历声一喊, 我人已经撒腿跑进厨房。 屈怀, 要不你晚饭也在我家吃吧。 这样, 我今天才能安稳度过。 小天使就是小天使, 有他在, 保我今日平安。 吃完晚饭, 洗完碗, 我送屈怀回家。 临走前, 外公叫住我们。 他从里屋拿出一根 我最爱的水果糖葫芦。 昨天给你买的, 谁知道你没回来, 都有点话了。 我满心欢喜说, 没关系, 伸手就要去接。 结果外公没给我, 直接塞给了屈怀。 为什么我没有? 我嘟囔着嘴。 外公把我往门外 再一推。 你今天又不过生日。 说完, 做事就要关门。 还抛出一句狠话, 今晚, 要是在夜不归宿, 我打断你的腿。 砰, 大门紧闭。 路上, 屈怀一直盯着手里的糖葫芦。 那眼神里都带着光。 你别光看, 你倒是吃啊。 我是想吃没有, 他还欣赏起来了。 舍不得, 你又不是没吃过这玩意儿, 我前几天不是给你买了。 屈怀摇头, 那不一样。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来自长辈的生日礼物。 你长这么大, 父母没给你过过生日。 这么, 离谱的吗? 我们家, 他顿了顿, 没有过生日的习惯。 我和陆燕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体育运动。 我学滑雪, 他学基建。 除了学业, 我们的生活就只有日复一日的训练。 屈怀没再往前走。 他往路边的长椅上一坐, 主动说起了过去。 我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很高, 高到我时常觉得不可能实现他们的期望, 相比于偶尔会叛逆的我, 他们更喜欢陆燕。 我在一旁默默听着, 他每说一句, 仿佛都有股力量注入我的体内, 帮助我推开他紧闭的那扇心门。 我们从日落昏黄做到夜幕降临, 星光四溢。 他没有说太多, 有些是甚至一语带过。 可我却从这些零碎的成长经历里, 拼凑出一个我未曾见过的屈怀。 一个过得并不快乐的屈怀。 控制欲极强的虎父虎母。 对两个儿子万般严苛, 迫切希望他们成为最优秀的运动员。 没有自由快乐的童年, 也没有能一起玩耍的朋友。 甚至每每屈怀做出反抗的举动, 迎接他的只有所谓面壁思过的小黑屋。 为了让两个孩子听话顺从, 成为令人羡慕称赞的别人家的孩子。 他们身上的刺被拔掉, 人生像计划表一样。 要做什么, 不准做什么, 都会通知安排好。 像个没有灵魂的机器。 这样的家庭环境, 太令人窒息了。 仅仅只是旁听着这一切的我, 都觉得呼吸困难, 心口仿佛坠着一块巨石。 屈怀咬下一口糖葫芦, 慢慢地咀嚼着。 真甜。 他眼角弯弯。 这一刻的屈怀, 不再是过往我无法靠近的屈怀。 我已经在他的世界里, 也能理解他先前说的那句, 我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但我一直有在努力活着是何意? 在社区工作以来, 我见过太多的家长里短, 见过各式各样的家庭, 遇见过各色各样的人, 过得不如意地比比皆是。 他们大多也都有过轻生的念头, 想着死了一了百了。 但, 其实, 一个人想死, 并不影响他想活着。 但凡能感受到 一丝人世间的温情与快乐。 尝到甜的滋味, 人都会挣扎, 都会对未来新生期望。 曲怀, 他并不是想死, 他只是不知道怎么活。 我伸出手, 他习惯性地握住。 曲怀, 你没参加过奥运会, 是因为腿后来受伤吗? 嗯, 错失了上面的选拔。 我想起之前百度出来的那天报道, 我搜到过一张照片, 是你以前夺奖的。 为什么拿第一名, 你都不笑啊? 那么大的国际联赛, 能夺冠, 是我都要笑上天了。 曲怀想了想, 说道, 小时候每当我和陆燕拿奖, 希望得到父母表扬时, 你猜他们会说什么? 我, 不要骄傲, 再接再厉。 曲怀苦笑摇头, 他们会说, 拿第一名不算本事, 一直拿第一名才是本事。 无语。 我真想唱一句,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那你自己喜欢滑雪吗? 曲怀沉默。 我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糖葫芦, 替他说道, 应该是喜欢的。 不然不会跑南方来, 还把滑雪板带在身边。 他看着我笑, 不说话。 我的深渊巨口一张, 糖葫芦瞬间少了一半。 孟凡兴, 这是外公给我的生日礼物。 他故作生气的模样, 还挺可爱。 就冲这话, 我连最后一口都没留给他。 嘴里含着一颗圣女果, 挑衅道, 那又怎样? 你是我的, 你的生日礼物自然也是我的。 我嚣张地笑着, 将光秃秃的木榜还给他。 你就这么喜欢我吗? 孟凡兴。 他一脸虔诚地看着我, 眼里像是兜了光, 而那团光里, 满满都是我的影子。 我凑过去捧着他的脸, 无比认真地告诉他, 曲怀, 你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向我确认 我对你的喜欢。 我喜欢你身上所有好与不好的一切, 也喜欢拥有这一切的你。 我希望你也能喜欢我, 越来越喜欢我。 因为只要你足够喜欢我, 你就会想永远和我在一起。 到时候你只会巴布得自己长命百岁, 又何愁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自从家中二老见过曲怀之后, 他几乎一日三餐再美, 吃过外卖, 白天跟我去社区做志愿者, 晚上在我家吃完饭再回去。 就连平常周末, 我外公跟人下象棋都把他带着。 最离谱的是, 我外婆早上买菜, 他还跟去。 救命, 这到底是我家, 还是他家? 久而久之, 街坊四林对曲怀的印象越来越好。 有礼貌, 有涵养, 有颜值, 有气质。 加上曲怀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用自己以前比赛的奖金买的。 这下更加分, 有学历, 还有本钱。 他们连腿疾都不算是了。 我感觉他现在走到哪里, 比我还受欢迎。 就连我们书记都找我好几回。 说曲怀是个好苗子, 下回社区扩招, 让我给曲怀报名。 这天周六, 我赖床才起钢刷牙。 曲怀抱着一堆快递进我房间。 哐荡一声, 东西落在地板上。 孟凡兴, 你买的砖头吗? 这么重。 他垂腰往我床边上一坐。 我学着他疲惫的样子, 一瘸一拐地走过去。 他假装要揍我, 被我灵活躲过。 这些都是我买的书。 什么书? 他好奇地凑过来。 我打开包装, 向他一本本展示封面,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 深论, 行册五千真题大全。 他一脸问号, 你要考工。 我拍拍他的肩膀, 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哈哈哈哈。 怎么突然要考工了? 没有突然啊, 这是我一早就计划好的。 我解释道, 我想考的职位每次招考都有一个硬性要求, 必须有两年的基层工作经验。 我在社区工作快两年了, 届时我就满足报考条件了。 屈怀听罢, 眼里闪过一丝精光。 你把未来计划得很明确。 嘿嘿, 我对不锈钢饭碗是有十足憧憬的。 怎么样, 要不要加入我一起? 我们书记还让我问你, 要不要去社区工作呢? 你要不要也考虑一下。 屈怀若有所思地看了眼地上的书。 我, 或者, 你可以继续回去滑雪。 屈怀滑雪。 听到这两个字, 他愣了一下。 对啊, 在新的赛道, 卷土重来。 我不知道屈怀有没有想过未来的规划。 至少在我们相遇之前, 他大概率没想过。 但现在他表露出的神情, 让我感觉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在我的用心教导下, 屈怀学会了骑电动车。 每天早晨, 他骑着我的车先接我, 再带着我跟我一起去上班。 我们偶尔会在外面吃早饭。 比如, 他最喜欢的杂粮煎饼。 加蛋加脆饼, 不要辣。 摊饼的老爷爷早就对他的口味了如指掌。 屈怀每次付钱都给的现金。 他跟我说过, 老爷爷摊子上的收款码不是自己的, 是儿子的。 他在社区做志愿者的时候, 听到别人拉家常。 说老人家起早贪黑赚钱不容易。 偏偏儿子还有手好闲, 钱最后全被儿子拿走。 所以他怕扫码收去的钱, 老人家分不到。 宁愿麻烦点取现金, 这样老人家也能留点钱傍身。 也正因如此, 谭饼的老爷子格外喜欢他。 我坐在电动车后座, 看着他的背影, 看着他和老爷子相聊甚欢, 脸上笑意盎然。 我感觉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他真的有在改变, 在一步步远离深渊, 重获新生。 可是我没有料到, 天天这个时候, 那个曾将他推入深渊的人出现了。 外出办事回来的我, 车还没停稳。 门口负责登记往来信息的大爷, 火急火燎地冲上来告诉我。 有个中年女人来找屈怀, 两人往社区后面的小广场去了。 用大爷的话来描述就是, 来者不善。 果然, 当我满心不安地赶过去时, 大中午太阳当头, 小广场上只有两个身影。 而我刚出现, 就听见一记响亮清脆的耳光声。 端庄持重的中年女人, 挥在半空中的手还在微颤。 她面色冰冷, 看起来极其严肃不可亲。 冰刀子一样的话, 接二连三脱口而出。 我听到她气急败坏地质问去怀, 你非要丢尽我的颜面不可吗? 你还想以这副模样去参加残奥会? 你非得让旁人都知道 我儿子残废了是吧? 她一再讥讽她的腿伤, 不屑于她好不容易重拾滑雪的想法。 在她眼里, 曲怀现在的模样, 拿不了冠军, 等于做一切都没有意义。 她口口声声诉说着 从小到大付出的爱与关怀, 却在曲怀反问到底是爱她, 还是爱她带来的光鲜亮丽时, 一时雨色, 甚至在问到是不是更天向于露宴时, 陷入沉默。 明明都是自己的儿子, 却因为弟弟随她性而更得宠。 被扇了一巴掌的曲怀, 没有生气, 没有愤怒, 只是很平静地看着她, 停静到像一汪死水, 没有任何涟漪, 两人就这样不言一语地对峙着。 过了好久, 曲怀才开口, 我最后问你一遍, 跟不跟我回去? 如果今天你不跟我回去, 往后我不会再过问你任何事, 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看得出, 曲怀的反问并没有令她反思, 反倒因为戳中心事, 令其运恼。 曲怀听完笑了, 陆女士请回吧。 她身躯笔直地站在那里, 目送着曲怀离去, 嘴角的笑意渐渐消失, 晌午的日光耀眼而炙热, 我却觉得她浑身透着冰凉。 我没有走上前, 而是绕道追上曲怀。 我一路跟着她, 跟到马路边, 她察觉到我的存在, 停下脚步回头。 你就是曲怀提到的那个女朋友吧。 她用不懈的眼神看着我, 我礼貌地问候一声, 曲母, 是你鼓励她重返赛场的。 我, 是的。 曲母, 你觉得她还能再拿冠军? 我, 我不要她拿冠军, 我只要她快乐就好。 曲母不以为然, 你就这么喜欢她, 也不在乎她有腿疾。 我摇头, 她却笑了, 上下打量着我, 也是, 她若是腿没受伤, 也不会跑这里来, 还跟你谈恋爱。 一个顶级滑雪运动员, 一个社区办事员, 你们怎么可能会有交集? 言语里的轻蔑和鄙夷, 清晰入耳。 我没有反驳她, 她看不看得起我, 不重要。 不在一个世界的人, 永远没必要多费口舌。 她看了看手表, 我时间有限, 你跟着我, 一定是有什么话想说, 说吧。 我没什么话想说, 只有一个问题想问。 她一脸疑惑。 什么问题? 我, 三年前曲怀腿受伤的时候, 您和叔叔在她身边吗? 我攥紧拳头, 曲母愣了一下, 许是没想到 我会问这么个问题。 神色复杂, 支支吾吾地说道, 一开始在, 但后面小燕也有比赛, 所以,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您。 没等她说完, 我打断了她, 已经得到我要的答案了, 我礼貌道别, 转身一路跑回去。 曲怀这个小傻瓜, 还坐在小广场的石头凳上。 我俩之间隐隐有种默契, 谁也没提曲母的事。 听到我唤她回去, 她一动不动, 还难得撒起娇来, 朝我伸手。 孟凡兴, 你今天还没牵我的手。 她言笑艳艳地望着我, 眼角弯弯向月牙, 好看极了。 这种被依赖的感觉, 令人动容。 如果过去, 她从未被人坚定地选择过, 那么从今往后, 由我来守护她。 走吧, 小天使。 我一把拉住她, 紧紧地攥着, 她这才心满意足地起身跟我回去。 小天使是你给我起的外号吗? 就像外公是亮仔一样? 对啊, 我在通讯录里, 给你备注的就是小天使。 那我也给你备注一个。 备注什么? 屈怀反握住我的手, 笑道, 小甜饼。 人间小甜饼, 孟凡兴。 今天是我搬到屈怀家住的第十二天。 当然, 我睡的是客房。 自从我住进来后, 她家的厨房派上了用场。 锅碗瓢盆终于安排上。 但我们有条规矩。 除了我, 她不可以单独进厨房。 我会搬过来住也是情有可原。 一来, 我家的老小区被划分成疫情管控区域。 我早上出门上个班, 晚上就回不了家了。 于是我只能住进屈怀家。 二来, 因为前段时间曲母的出现。 我很担心她说的那些话会再次对屈怀造成伤害和打击。 小天使的自信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我不想一切努力白费。 只是, 最近屈怀确实奇怪。 因为疫情管控, 我几乎天天加班。 往常会去做志愿者的屈怀, 最近也不怎么去了。 她好像有别的事要忙。 今天难得我回家早, 打算吃完晚饭, 找她好好聊一聊。 起料, 她一反常态。 吃完饭, 主动提出要切水果给我吃。 切这个动作, 在这个家是很忌讳的。 但凡要用上刀的家务活, 都是我来做。 别那么看着我, 我现在没问题。 她拿起苹果, 往厨房走去。 我不放心地跟着她, 苹果也不一定要切的, 我直接啃也行。 她从刀架上抽出水果刀。 刀刃泛着寒光, 从我脸上一晃而过。 有一瞬间, 我背脊发凉。 切完苹果, 她又很积极地洗衣服, 脱地。 她还买了一堆零食, 交代许许多多注意事项。 总之很反常, 好像她要离开我很久似的。 我不由地害怕起来, 直到她去洗澡, 我把家里所有的刀具都检查了一遍。 一件没少, 可我还是莫名地不安。 我在阳台上走来走去, 屈怀总是没有关书房玻璃门的习惯, 风又把书桌上的纸吹乱在地。 我弯腰去捡, 却再捡到一半正住。 在一堆白纸里, 有一张纸显得格外突出。 黑字密密麻麻, 标题尤为刺眼, 器官捐献自愿书。 我几乎是浑身打颤地拿起这张纸, 在看到千字兰那里落着屈怀二字时, 腿一软坐在地上。 她想做什么? 一想到她最近异样的举动, 我的心沉入谷底。 她还是不想活是吗? 即使可以在我这里无数遍确认我对她的感情, 也无法将她坠在泥潭里四分五裂的心拼凑回去。 我坐在沙发上, 面如死灰地等着屈怀。 怎么不开灯? 她从浴室里出来, 朝开关走去, 被我制止。 别开灯? 开灯就会看到我水肿得像桃子一样的眼睛。 孟凡兴, 你哭了? 她好像在黑暗里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几步一迈, 走到我跟前蹲下。 温暖的手在我脸上摸索着, 擦掉我还在眼眶里打转的泪珠。 语气焦急, 无所适从。 发生什么事了? 她一把将我揽入怀, 像哄小孩子一样哄我。 没关系,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有我在。 听到这话, 我更忍不住了。 泪如泉勇, 直骂她是骗子。 你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 感觉到她身形一正。 片刻后, 她沉着音说道, 你都知道了。 其实, 我认真考虑过了, 认真考虑过了。 我抽气着问她, 这就是你考虑的结果吗? 曲怀默默默默地点头。 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了? 听听这坚定不移的语气。 曲怀, 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吧? 她不说话。 我攥紧拳头, 指甲都要掐进肉里。 她越是沉默, 越是显得她心意已决。 曲怀,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你有没有一丝一毫喜欢过我? 黑暗里, 一切的声音都是那么清晰, 就连她沉闷的一声 都真切分明地落入耳中。 我苦笑着, 用尽全身的力气, 紧紧地搂住她。 曲怀, 只要你活着。 就算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的, 你不是说我是人间小甜饼吗? 是不是我还不够甜, 没甜进你心里? 一想到会失去她, 我的眼泪就哗哗直淌。 一把鼻涕一把泪, 侥心不已。 曲怀这下更加手足无措, 你怎么哭成这样? 我没说不喜欢你, 孟凡兴。 我喜欢你, 像你喜欢我一样喜欢你。 你已经很甜了, 快甜死我了。 突如其来的表白, 让人一猛。 我不敢相信地确认到, 你真的喜欢我, 真的? 我眼前一亮, 擦掉鼻涕反问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傻事? 曲怀一愣, 捐个骨髓不能叫做傻事吧, 难道不是做好事? 你之前不还说喜欢我乐于助人吗? 等等, 他在说什么? 我一把推开他, 捐什么骨髓? 你不是在说捐献骨髓的事吗? 曲怀傻了, 我也傻了, 两个傻子原地崩溃。 哈哈, 真尴尬, 原来说了半天, 驴头不对马嘴, 一个敢哭, 一个敢哄。 我在桌上看到的那张器官捐献自愿书, 是真的没错。 但曲怀说, 那是他思索再三, 签了打算百年入土后, 奉献社会的。 而他口中说的捐献骨髓的是,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住院时, 经常去看一个光头男孩。 我对那孩子有印象, 他说那孩子的病情不太乐观, 所以在医院的时候, 就已经申请做匹配了。 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 难怪那次我接他出院, 护士要向他道谢。 那配型成功了? 嗯, 所以我后面一段时间要住在医院, 做一些检查。 原来如此, 难怪又是切苹果给我吃, 又是囤那么多零食, 你是不是怕我一个人在家无聊啊? 屈怀乖巧地点头。 我可以去陪护啊? 不对, 我去不了社区要求我们两点一线, 而且疫情管控这么严, 像我这样每天要接触人群的, 医院也不会让我去陪护。 我知道, 所以给你在家里备了很多吃的。 行吧, 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事? 害得我一顿乱想, 差点崩溃。 你那么忙, 不想你担心。 打算配行成功告诉你, 失败的话就不说了, 免得徒增你烦恼。 哟哟哟, 果然是小天使呀。 我猛搓他的脸。 还有一件事, 我要告诉你。 什么事? 屈怀深吸一口气, 抓过我的手, 攥在手心。 十分认真地说道, 孟凡星, 我打算继续滑雪了。 虽然我还是不怎么喜欢这个世界, 但我喜欢你, 所以我想继续努力, 和你一起拥有未来。 我没听错吧? 激动万分的我, 像个人形挂件似的挂在屈怀身上。 欢呼雀跃, 兴奋不已。 这么开心吗? 我猛点头, 开心死了。 我的小天使终于想明白了。 我还一直担心, 你会不会因为你妈妈, 话还没说完, 屈怀果断地接到, 不会, 他的话不重要了, 我现在只听你的话。 哈哈哈哈。 行, 这很行。 想放鞭炮, 炸他个几条街庆祝一下。 屈怀抱着我原地转圈, 转着转着我俩在客厅里, 跳起舞来。 两个二十五六岁的人, 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 屈怀搂过我的腰, 低头靠近。 孟凡兴, 虽然这话我说过一遍, 但我还想再说一遍。 遇见你, 真的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事。 屈怀重拾滑雪这几年, 我考工顺利上岸。 虽然前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训练, 但这并不影响他每天一日三遍同我汇报日常。 他变得愈发黏人, 更爱撒娇。 我会趁放假飞过去看他。 他也会趁休息回来, 我们天天腻在一起。 现在街坊四林都知道他是滑雪运动员。 但凡有他参加的比赛, 大爷大妈们都会守在电视机前呐喊助威。 他自己都没想到, 有一天会拥有一支老年后援队。 而屈怀真的如他自己所说。 再没联系过屈怀, 仿佛这个儿子根本不存在一样。 不过, 屈怀反倒活得更轻松了。 我因为太忙, 嫌少有机会在现场看屈怀比赛。 今年难得休了探亲假。 只是我没想到, 这一次会见到陆燕。 第一眼见到他时, 我还以为是屈怀。 但很快, 我意识到他不是。 本能感觉不同。 一生嫂子好, 让我更加确信他的身份。 他认识我, 这让我有些惊讶。 我以为屈怀发过我们的照片, 可陆燕说并没有。 他支支吾吾, 欲言又止。 我就猜到, 你是不是偷偷去看过你哥? 果不其然, 他的反应验证了我的猜想。 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看他? 陆燕笑了笑, 不想再打扰他的生活, 他好不容易自由了。 陆燕说这话时, 目光一直锁定在赛场上, 满心满眼, 好像都是屈怀的身影。 他希望这次和我的见面, 不要告诉屈怀。 他只是想见见我, 当面和我说声谢谢。 谢谢我坚定不移地走进屈怀的世界。 他说他欠屈怀很多。 小时候每每犯了错, 屈怀总是护着他, 把错懒在自己身上, 承受苛刻的责罚。 他很懊悔, 幼时的自己那么软弱, 面对父母, 做不到像屈怀那样反抗。 甚至在屈怀替他承担过错时, 没有勇气站出来坦白。 最令他过意不去的, 是他在享受来自母亲的关怀时。 同为兄弟的屈怀, 却被关在小黑屋里, 反省自己从未做过的事。 他讲了很多。 我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最后, 他透着不易察觉地哽咽呢喃, 我哥真的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我说我知道, 我比谁都清楚。 他一直都是一个很棒的人, 却一直都不是一个开心的人。 但现在他有我了, 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 去做开心快乐的事。 路燕听罢, 不再作声。 我能感觉得到 他的神色变得释然。 此刻, 周遭观望台纷纷扰扰, 而我们的眼里只有屈怀。 看着他急迟, 看着他飞跃, 看着他纵情欢呼, 看着他置身于领奖台上, 接受万众瞩目。 他用时间和行动 再次证明了自己, 为自己热爱的事业 交了满意的答卷。 而当镜头和话筒给到他, 当记者采访他 下一步有何打算时, 他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体会了不一样的职业生涯, 会考虑退役, 想把以后的日子 留着做其他有意义的事。 记者不懈追问, 他也不遮掩, 也许会回家看书学习, 刷行册五千真体。 记者, 你认真的吗? 曲怀, 当然。 记者, 是怎么产生, 如此奋斗的想法的? 曲怀一脸骄傲地对着镜头, 向所有观众说道, 因为我们家孟凡星说过, 宇宙的镜头都是编制。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